妳是酒精買沒有了 來買漂白水 對啊 這位先生拿了一瓶又一瓶 跟著立刻走到隔壁通道 我幫妳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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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什麼啊 怎麼買那麼多 妳沒有口袋的 買去洗 口袋沒有人那麼洗 這也是嗎 還有 還有一罐漂白水 買完漂白水 再拿了十幾罐 全都是洗手液 像彭真寶寺的抱在懷疑 數量多到連店長 都過來幫忙 一千一百塊 花了一千多塊 採購防疫用品 買好買滿 他才安心 完了一步買不到酒精 改用漂白水代替 賣場已經預期 又是一場搶購廝殺 漂白水好像還沒有來 怎麼才來 昨天來了 好像昨天都賣掉了 乾脆掛起紙牌 一人限購一瓶 除了漂白水洗手液 就連這個 衛生紙也在搶 直擊好幾個消費者的推車內 都有好幾串衛生紙 衛生棉 甚至尿布 消毒啊 就會加強消毒就對了 當然有些都是要讓給有需要的 肺炎疫情 燒到生活用品 凡是跟清潔滅菌有關 甚至擦拭的紙張 都出現一窩蜂搶買 不過也有民眾看傻眼 邊討論邊預測 下一個瘋搶的商品 會是什麼 三立新聞 廖宜德 邱瑞陽 台中雲林 採訪報導